人非凡看了一眼地剑 问道 他可以留下吗 不过我有一个原则 你等不得对他做不利之事 若我知晓 你等对他做了不利之事 我必然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破坏你等运为多年 所谓的规则秩序 地剑冷声道 神则灵体和我们相辅相成 这是好事 虽然吞噬这女孩 能让我们更加强大 但我等也知道 欲速不达的道理 况且见识陈帝 光靠迅宁谦远远不够 还需要这女孩 迅宁谦听到这话 脸蛋微微一红 可既然三剑都答应了 他自然无话可说 任非凡知道此间事了 便看向尹熙岩道 你的选择或许是对的 不过如今 在你彻底进入 见识陈帝闭关前 我还是想带你 去一个地方 关于你父亲 尹熙岩身躯一颤 这些年 他对于父亲这个角色 太陌生了 甚至自己一直 都是跟着母亲姓 如今 他隐约猜到 这个实力强大的男人 会知道更多 关于父亲的事情 但不知为何 他在害怕 一方面 他想为父母复仇 另一方面 他又害怕自己 触碰到血淋淋的真相 犹豫了很久 尹熙岩还是点了点头 或许母亲也希望自己 知道吧 任飞凡看了一眼 三剑和血淋谦 我带他离开一会儿 很快就会回来 莫涵 我发现你对剑道 感悟诸多 你也暂时留下 继续感悟吧 苏莫涵点点头 盘腿而坐 闭上眼眸 陷入了入定状态 跟我来 任飞凡对隐熙岩道 两道身影 很快向着 剑势臣帝出口而去 走出剑势臣帝 尹熙岩还是忍不住问道 任前辈 我 我父亲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任飞凡停下 双眸凝视着远方 许久才到 他呀 是个疯子 心怀世界的疯子 也是我和轮回之主 最佩服的人之一 尹熙岩呼出一口气 至少自己的父亲 不是坏人 此前 我在域外 听说不少轮回之主的事情 他为何要转世 他的记忆恢复了吗 任飞凡却是摇摇头 他的布局 一直是我们三人的 最终理想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本想带你去见见他 不过 我似乎感知到 这家伙眼下 碰到了麻烦 就不把你牵扯进去了 反正 你今后会待在 见识陈地 总会见到他的 啊 还有 你最好 不要爱上他 任飞凡最后一句话 意味深长 叶尘轮回之主 转世 自然不止 尹熙岩和沐云尘的关系 就算两人在一起 也不算乱了辈分 只是作为朋友 任飞凡并不希望如此 可偏偏和轮回之主 接触的女孩子 哪个不是心犯桃花 尹熙岩听到这句话 冷冷一笑 哼 那轮回之主 不过还真境 固然身份那天 血脉强大 我还没沦落到 看上他的地步 好了 任前辈 你要带我去哪里 任飞凡没有再说什么 身前虚空撕裂 两道身影就此消失 可就在即将消失之时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任飞凡的表情 有些凝重 很快 尹熙岩和任飞凡 便是出现在了一扇石门前 任飞凡 双眸依旧凝重 似乎有些心思 尹熙岩全然没有注意到 看着石门有些好奇 圣前辈 这是哪里啊 你父亲 待得最久的地方 任飞凡不再多想 将手放在石门之上 石门符文流转 最后一道血光闪烁 大门就此打开 任飞凡带着尹熙岩 向里面而去 当两人跨入其中 一盏盏竹灯点亮 无数壁画在墙壁中延伸 尹熙岩看着壁画 心中微微一惊 表情古怪 这些 是武道抑郁和规则 任飞凡点头道 你父亲是一个武痴 他会把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 这里成为了属于他最安静修炼之地 从今天起 这里也属于你了 你父亲给这里取过一个名字 武疾神心 尹熙岩秀眉微贫 好古怪的名字啊 任飞凡也不解释 继续向着灯光延伸之地而去 尹熙岩就这样跟着 但每走一步不知为何 父亲记载的这一切 就让他体内的鲜血 感觉到了沸腾之意 这种感觉很奇妙 甚至不知不觉他的修为都有所提升 直到任飞凡的脚步停下 尹熙岩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环形广场 广场中央有着三道石像 一道是血月雕像 一道是阴阳雕像 最后一道则是一柄剑的雕像 尹熙岩隐隐猜到了什么 开口道 他分别代表了任前辈 轮回之主 还有我父亲 任飞凡点点头 伸出手 触摸着那剑的雕像 陷入了沉思 许久之后 喃喃道 若是这盘起义 轮回之主成功了 万须消失了 他执掌轮回 说不定能让你父亲活过来 可是这一切终究是太过遥远 尹熙岩突然猛死微眯 发现了什么 快步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很快 他就站在了一个水池中央 伸出手 触碰着水池的水 惊讶到 这是 任飞凡也走了过来 确实是太上世界的水 不过不是那所谓的先持 而是静心持 修武者静心是关键 还未等人非凡说完 尹熙岩便直接跃入其中 身躯瞬间被池水覆盖 而这一刻 尹熙岩也感受到了 何谓道心通透 他的内心无比的宁静 水池之中也阵阵雾气飘动 覆盖了尹熙岩 甚至让他有一种 深入幻境之感 渐渐地 雾气消散 尹熙岩却是发现 水池的尽头 坐着一个男子 男子星目见眉 周身环绕着规则之意 甚至和他有几分相像 尹熙岩有些呆住了 难难道 这是 任飞凡却是在这时开口道 这是你父亲的幻影 这静心池 有灵 自你父亲陨落之后 便会时常生成幻影 慰藉自己 静心池虽有静心知晓 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 在这漫长岁月里 一直没有释怀 尹熙岩看了一眼 父亲的虚影 就在他要靠近时 虚影消散 一切仿佛从未出现 尹熙岩心中有些失落 其身离开了静心池 却是神奇地发现 自己的一身轻衣 从未湿透 好了 有样东西要交给你 我之前 一直不知该如何处理 既然沐云尘有了女儿 也该把此物交给你了 任非凡边说 边向着西北方向而去 当来到尽头之时 任非凡取出一块玉佩 玉佩嵌入石壁之中 墙壁震动 那壁画撕裂 一个巨大的石洞 就此出现 石洞之中有一棵枯树 枯树中间竟然是一柄箭 枯树周身 泛着点点星光 仿佛一直在守护着这柄箭 任非凡五指一握 那枯树中的箭 便飞到他的手上 箭有七星 每一星都点缀着一颗 带着色彩的珠子 任非凡触摸着箭身 似乎带有尊敬 亦或者缅怀 随后 破开箭身之上的保护禁止 倒到剑光和规则流转 虽然不及递箭 但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任非凡将箭丢给隐熙焰道 此箭名为七星闪云箭 是你父亲亲手打造 也是他的武器 你滴入鲜血 就此认主吧 有了他 你的实力会上升诸多 可惜在无尽岁月和纪元之中 那七星中的力量渐渐流逝 不然恐怕你借助此箭 都有飞升太上世界的机会 隐熙焰手握七星闪云箭 心中依旧有着那如壁画般的熟悉之感 他逼出一滴精血 缓缓滴下 瞬间 箭身晃动 七星闪云箭本想反抗 但似乎感知到隐熙焰和沐云晨之间的因果 最后放弃了 而隐熙焰也感知到 自己和此箭构成了联系 谢过人前辈 隐熙焰恭敬道 任非凡却是稍显落寞 或许是想到昔日好友的旧事 心中有些不快 你现在这里感悟几分 若有突破 就此突破 若无法突破 我也该送你回去了 还有 这张符罩收好 它是你进入此地的钥匙 只要你心中感知 便能进入 说完 任非凡便是将一道符罩 丢给了隐熙焰 隐熙焰收下符罩也不废话 双眸闭上 进入了修炼状态 很快 夜晨御风飞回风家 却见风家祖地处处不安宁 骚动异常巨大 红心 林天宵 莫含熙等人都在商讨着什么 夜晨一打听之下 原来是那巨顶异象的事情 九顶大镇的异象 震荡整个地心域 风家祖地的人也知道了 更让夜晨吃惊的 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羽黄谷地的计划 看来那位天理 不仅仅把情报 透露给玄机月地势天 还散播到整个地心域里去 真不怕羽黄谷地生气吗 夜晨暗暗好奇 很多底层的人 也知道了羽黄谷地 不止九顶大镇 想要降临地心域的事情 显然 天理将情报彻底扩散出去 闹得人尽皆知 故此 当那巨顶异象 凭空出现的时候 地心域便是彻底震动 人人惊悚 在这混乱动荡的时刻 夜晨来到风家祖地后山 一处僻静的院落里 魏颖正住在这里 夜晨踏入院落之中 只感到一阵冷冽的寒气 却见 魏颖盘膝坐在一株菩提树下 浑身寒气蒸腾 修为气息 隐约有 斩家突破的迹象 我们下期见